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绩效 指标分数 RPI 达标值 商品 IFIN 级别数量等方面做出了调整及限制 也将开展免费移除现实促销活动 公告显示 为确保所有商品在旺季期间都有可用的仓储空间 亚马逊欧洲站以及日本站将库存绩效指标分数 RPI 的达标值均调整为500分 从2020年9月1日至今年年底 RPI 分数低于500的卖家将会有仓储限制 卖家方面可参照库存绩效控制面板的建议 例如提高售出率减少冗余库存或修复无在售信息的亚马逊库存 以此来提高库存绩效指标分数 此外 为了确保在旺季期间 能够为顾客提供尽可能多的选品 即日起欧洲站和日本战军将对FBA商品实施 ASIN级别的数量限制 多数商品将有足够的仓储空间 可用于三个月以上的商品销售 阿里国际站半年报详解实收交易额同比增80% 怎么来的 一帮动力获悉 阿里巴巴国际站公布平台 2020年半年报核心数据 数据显示平台实收交易额同比增长82%美元计价 订单数同比增长98% 支付买家数同比增长60%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 上半年中国一般贸易进出口下降2.6% 占外贸总值的60.1% 加工贸易进出口下降8% 占23.6% 而跨境电商进出口增长26.2% 是唯一保持正增长的贸易方式 今年上半年中国跨境电商出口增长28.7% 也远高于外贸整体增速 而阿里巴巴国际站的增速是行业水平的近三倍 此外东盟在国际站的交易额仅次于美国和欧盟 东盟十国有6个国家进入交易额前30 泰国高居第八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增速最快 一些非洲国家的贸易额出具规模并高速增长 例如埃塞俄比亚增长超过二倍 多哥增长超过三倍 近年来阿里巴巴国际站构建了全球支付结算金融 数字化官物数字化物流等全链路数字化跨境供应链体系 上半年阿里巴巴国际站跨境物流订单数同比增长113% 智能官物系统订单数同比增长1448% 收费规模增长87% 沙腿下半年冲顶计划将拿出800万元激励商家 近日东南亚电商平台沙腿举行跨境商家复苏激励大会 并公布下半年旺季冲顶计划 冲顶计划具体包括价值800万人民币的激励基金 加上直播带货关键字广告首页活动曝光位等万元营运福利 除最新公布的冲顶计划外 Shopee还现场揭秘了2020下半年最新大促日历 疫情后首轮红利热销品类及流量营销全新玩法 据了解Shopee利用易后东南亚市场优势 快速设立稳运营通物流两大业务防线以无免政策 开源节流政策等卖家复苏计划 搭配4加1物流升级方案帮助国货在东南亚回归增长 为许万色宿地对跨境包裹低价甩卖一事做出回应 日前有卖家拍到的两个夜市地摊视频在跨境圈流传 视频中的地摊商品是要发给国外客户的商品 却在夜市上以一个13元的价格进行低价售卖 Witch方面针对上述事件于今日做出回应表示 将在第一时间联合相关方取证以及报警处理 目前此事件仍在进一步调查过程中 也会一查到底以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打击 严肃处理相关违规违法行为 并全力配合有关部门调查取证 此外物流企业万色宿地也于日前对此事做出表态 一有关万色包裹提法严重失实 2. 卧斯目前正积极配合公安部门、司法机关、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合作伙伴密切跟进后续处理 3. 卧斯保留对传播不实信息行为的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4. 希望广大公众尊重事实真相 不要偏听偏信 此刻Fastbuck、谷歌放出TikTok是社交电商平台大招 日前谷歌推出视频购物平台ShopHub 该平台整合了短视频、社交以及网红带货等元素 与亚马逊、Fastbuck和Instagram等在视频购物领域进行竞争